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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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喝口酒 你都想不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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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把这个额收了 没败 就这位姐姐啊 来翻讲 就在你一个位上 跟个大鹅啊 大鹅一样 他就在里面一黄美额 我把飘鞋退你 你收回去吧 我把飘鞋退你 你收回去吧 我把飘鞋退你 你收回去吧 我一回啊 真不希望一个观众过来 老秦 我还在 你到底买了多少钱的票 你以为我是男的 比如两个人家一天头 看我那种买借点 这个什么 你怎么跑没人去呢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可能他来的那边就是说 做梦一般的女人 别说了 别说了 她不在你 对呀 没带着票吧 你不忘记我了 我啥子 你不说啥子 我这边都倒是好不了 我有点想念这个可思更好 我用点想念这个可思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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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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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你想我来的 他说这回头坐这边 让你的层层平衡一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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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想到 你都想到 在后台EU里头 一个专属的 一个大陆和谁 因为今天起床以后啊 我打开手机啊 我也看了看视频 有好多人爱抖 爱抖我说 这个姐姐坐车来了 我听说 听说我多的想你 哎呀 好笑 哎呀 开心啊 所以有张狗狗一劫 没有过我之前还是 你就靠我扎不扎你 哎呀 兄弟自求疯狂吧 你开心吗 哎 哎 两个时候不错了 我先把老瓜都卡了 哎呀 哎呀 来 哎呀 这是个成绩的生意 我刚才让他笑凉 反正给你起床啥什么 不准了 说不准了 你说说话 你放到那边 好像有点不适 哈哈 那不是不适 其实 为了不让你 这套你扎重 嗯 嗯 嗯 其实我们看 人家都想说 是 起床要扎 什么样的东西啊 嗯 嗯 想乐就乐吧 谢谢 有那种啊 这个 特别懒吓的 是 常来 嗯 你找什么包包 我都乐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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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不信啊 哈哈 我觉得你现在 像个巨章 哈哈 多少包包包 都乐 我又回应 真不希望一个观众过来 抱歉 我还在 哈哈 你到底买了多少钱都需要 你如果不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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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那一眼心了 我还要碰别人 我还可能看来点那边 是不是就 恶梦一般的女 你至于这么乐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就是一个大伯母姐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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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这么乐 你不应该这么乐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应该这么乐 哈哈哈 老秦 听说你想我我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位 只好了老秦一生 就能让老秦 转身走掉的 就是鼎鼎 大名的 俄姐 在俄姐还未出现时 老秦也紧在 小园子 有些知名度 因为俄姐 老秦 在短视频平台 火速出圈 参加节目时 老秦还特意 感谢了俄姐 因为那会儿 其实在小园子 有名气吗 还算有点 但是我的同学 不认识 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因为俄姐 那天开始 所有人都会给我发微信 哎 我看那俄姐太可乐了 都是说的俄姐的事 而又说起老秦和俄姐的相识 还要追溯2019年 某次老秦和九香 在湖广演出 九香刚讲完一个谐音梗 懂得台下的俄姐 消除了俄叫 成功吸引了老秦和九香的注意力 两人正同步低头 属实是给俄姐的排面安排上了 看到俄姐笑得挺不下来的模样 老秦满脸疑惑 并送上了贴心询问 结果回答她的 却是咱俄姐的魔性笑声 俄姐一笑 老秦和九香直接就顶不住了 纷纷笑场 老秦更是笑到停不下来 还线上了一个90度的曲弓 而看着逐渐收回笑声的俄姐 老秦逐渐萌生了 想要逗她的念头 在俄姐彻底停住笑声时 老秦又做出了行动 不过别看老秦逗俄姐 逗得笑到肚子痛 但她绝不会想到 在以后的日子里 俄姐会成为她的噩梦 哪怕只要来到新街口 老秦都会想到俄姐 自打老秦成功逗俄后 俄姐就走来看老秦的演出 一路从湖广追到了新街口 还连续三场在同一个位置看演出 老秦很快就被俄姐的笑声成功洗脑 连偏头疼都犯了 看了俄姐的那一刻 老秦就迫不及呆地 向观众们控诉着 俄姐最近的战绩 而俄姐也十分贴心 在老秦说完自己快要偏头疼后 俄姐还默默地转移阵地 等到老秦说相声说到一半 才发现俄姐把原本在老秦二楼左侧的位置换到了右边 咱就说俄姐这人真能处 并且有建议他耳术真的挑 为了让老秦体验到全方位被俄笑包围的感觉 俄姐还买了一楼的票逐步向老秦逼近 让老秦找了半天才发现俄姐坐在人堆里 俄姐除了笑声动人外 还极其搞笑有梗 某次演出因为酒香不在 朱如彰还感叹酒香逃过一劫 可没想到俄姐神仙茶 懂得大家捧腹大笑 而在俄姐强大的影响力之下 老秦也留下了深深的俄交后遗症 只要一上台 必定要先观察俄姐是否在场 刚上台做完自我介绍 老秦就开始深处观察 在确定俄姐没来之后 老秦还不忘幸灾乐祸 不过老秦高兴得太早 被俄姐的笑声折磨 让她忽略了我设观众们的实力 某次演出被台下观众怼梦的老秦 突然无比的想念俄姐 不得不说 俄姐的笑声属实是给老秦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哪怕观众们不小心笑出俄叫 都能把老秦吓梦 某次演出老秦正在台上卖力的表演 台下有位女观众笑出俄叫 结果吓得老秦以为俄姐还乐 止不住向九香的身后钻 俄姐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 就连九香都在无形之中受到了影响 表演相声缝合弯时 九香想要占老秦的便宜 正准备表演哭泣 经过越哭越像俄姐的笑声 让老秦忍不住再先吐槽 吴姐还凭借身后的功力 打破了德云社的不退票宗旨 成为了唯一可以退票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